紀念碑谷開發團隊 US2 GAMES 帶來了最新作品 DESTA 夢中追憶 並登上了 Netflix 會員專屬遊戲陣容 每到夜晚主角德斯塔 就會墜入神秘的夢之果度 並在神秘的空間裡與過往的人物相遇 修補家人和朋友的破碎關係 正所謂不打不相識 我們要失去散漠在各地的球體 透過丟球遊戲來擊敗對方 每次行動前也要失去散漏 要仔細評估角色的移動距離以及地形障礙 如果草率行動 就算撿到球也只會成為敵人的劍靶 成功擊敗對手後可以解開雙幫過往的故事 還能夠讓對方加入到下次的夢境裡 並學到全新技能 像是撿到球後可以獲得護盾 或是能射出高所快速移動等等 好好善用這些技能和隊友 就能夠解開更多的夢境 再次行動 再次行動 到第二次行動